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毫升可乐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人一天要消耗多少卡路里 一杯牛奶有多少卡路里 蛋糕的卡路里高吗 卡路里高的食物怎么样 热量 一个成年人一天需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 一杯牛奶有54卡路里 一碗米饭有300卡路里 100克猪肉有1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20卡路里 100毫升可乐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该你了 热量 一个成年人一天需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 一杯牛奶有54卡路里 一碗米饭有300卡路里 100克猪肉有1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20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40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 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热量 一个成年人一天需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 一杯牛奶有54卡路里 一碗米饭有300卡路里 100克猪肉有143卡路里 100克白菜有20卡路里 100毫升可乐有43卡路里 一块蛋糕有320卡路里 热量高的食物容易发胖 我们在选择食物时一定要注意看卡路里 呆你了 谢谢大家 咱们看来 我会想到你 感谢 我们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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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